编者与国内游戏公司的起起伏伏,原理电影更加精彩,每一款八款游戏背后,都有数不清的故事。 从今天开始,大玩家将计划用时期的篇幅,带着大家一起感受国内游戏公司背后的故事。 第一期,史上最惨的游戏公司,一夜间一无所有,饭碗都被抢走。 1998年一家名叫第九城市的游戏公司,在上海成立。 在当时国内的游戏行业刚刚起步,已经出现了许多游戏代理公司,将如千年、红月、石器时代等网络游戏带入了中国,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。 当时,陈天桥和朱骏都没有想到,同在一个城市的两家公司,最后会杀得难分难解。 2001年破釜陈州的盛大游戏,推出了自己代理的第一款网游,传奇。 当时盛大所有的资金,只够用来购买传奇的版权,连租服务器的钱都没有。 但在陈天桥的运作下,传奇在中国火了。 传奇的火爆成功将陈天桥带上了首富的宝座,成为国内最风光的游戏公司。 就在传奇打遍天下无敌手的时候,朱骏带着第九城市,成功地扇了进来。 2002年,第九城市代理了韩国网游奇迹。 奇迹的火爆,成为当时唯一能够和传奇争锋的游戏。 朱骏也成为陈天桥后最有钱的游戏公司老板。 两人身家双双过亿。 九城靠着奇迹,成为了国内第二的游戏公司,当然第一永远是在上头的盛大游戏。 九城在辉煌的时候,依然被盛大压着一头,成为千年老二。 九城靠着奇迹,成为当时唯一能够和盛大抗衡的游戏公司。 两家公司其实在早期崛起的路数十分相似,但在成功后,陈天桥和朱骏,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。 如今看来,九城的失败,或许早在当初已经注定。 这也是许多国内游戏公司的缩影。 九城在依靠奇迹崛起后,手握着大量现金,开启了疯狂的买买买模式。 当时的环境,几乎只要代理一款游戏,便能够大转特转,这让朱骏完全将公司重心,放在了运营代理上。 即使当时收购了目标软件部分股份,但九城依然没有将自研放在重要的位置。 而盛大早就在传奇时期,便拜托了代理商的位置,将传奇变成了自研游戏热血传奇。 2004年,手握大把钞票的朱骏,拿下了影响九城一辈子的游戏魔兽世界。 当时的魔兽世界,作为一款欧美游戏,虽然在欧美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,但是由于之前在国内几乎没有一款欧美游戏取得过成功,让许多游戏公司都抱有迟疑的态度,这其中便包括盛大。 但朱骏却在当时花费了1300万美金代理魔兽世界,创造了当时的代理费记录。 而且这个代理还有许多的附加条件,包括采购顶尖的服务器。 朱骏抢下魔兽世界后,刚刚结束公厕的魔兽世界,便展现出了雄霸天下的实力,开始横扫世界所有游戏。 九成也跟着赚得了丰厚的利润。 魔兽世界成为了九成最为赚钱的游戏,随后虽然朱骏签约了多款游戏的代理,但再也没有一款游戏,能够代理魔兽世界。 最鼎盛时期,魔兽世界的营收,占据了第九成是总营收的90%,但九成太依靠代理游戏的模式,成为九成失败的根源。 朱骏将魔兽世界看作了自己的自留地,却没有想到有一天,会失去它。 网易联合暴雪,虎口夺食夺下了魔兽世界的代理权。 失去魔兽世界的九成,虽然账面上还躺着巨量的资金,但似乎一下变成了一个空壳。 由于削少研发能力,只能寻找替代魔兽世界的作品,但谁也没想到,魔兽世界便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游戏。 此后九成代理了几款号称的大作,但都惨淡收场。 被抢了饭碗的九成,就这样慢慢消失在了玩家的视野。 游戏和它再无关系。 后继,九成的历史,在国内其实非常具有代表性。 依赖代理游戏,自身缺少自研实力,在遇到转型时,弊端便被暴露出来。 网易游戏能够成为如今唯一能够抗衡腾讯的游戏公司,和其强大的自研实力密不可分。 其实无论是什么行业,掌握核心技术永远是第一要务。 不然可能便是下一个九成。